從星期開始,我們推出了一個系列的保險講座 提高大家的保險意識 現在隔壁隔壁的是Winston 今天要跟我們討論人壽保險 你好,Winston,你好 你好,志文 可否先跟我們討論為何要買人壽保險 人壽保險有甚麼重要 其實人壽保險是一個責任的表現 例如你喜歡的人 家人 家人、父母、子女 甚至對社會 我們通常有一個說法 有甚麼是最痛苦的人 如果你失去一個親人,是很痛苦的 如果你失去一個親人,是沒有錢臉壯去的 更加慘 慘上加慘 譬如我們這一、兩年來 我們經常聽到一些新聞 譬如某些移民交通意外死了 有些新移民甚至在四十多歲時 突然無故就過了 for no reason,突然不在 還有一件事 很多時發生這種慘劇之後 大家呼籲捐錢 捐錢來說,我覺得是 幫就要幫大問題 為何新移民不想想 要為自己的家裏做少許事 其實保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趕快介紹一下 甚麼為人壽保險 人壽保險 人壽說得明 就是人不在就賠 人不在的意思是 你whatever原因不在 例如意外、病 或者whatever原因 在加拿大買的人壽保險 只有兩個情況會不賠 就是兩年之內自殺 還有你給虛假的資料 這兩個情況是不會賠 否則兩年之後 另一天你自殺也會賠 好 如果壞點說 早前有個雙博士生 跳橋死 如果他肯為家人想 他買了一份保險兩年之後 一天他做這件事 他家裏都會保護 對,他家裏不用那麼慘 整個資金困境中 對 有甚麼好介紹呢 有甚麼計劃 在加拿大買人壽計劃 基本上有三種 一種是短期的 譬如你買保險 或者有些短期的需要 這就是買車保險 你買就有,不買就沒有 這就是最便宜 但這有一個限制 不是永久的 最多可以去到75歲或者80歲 但每一段時間期限就會加價 OK 而且亦沒有貨幣 譬如中途我 我玩了十年我不要 一毛錢也拿不回來 OK 另一種就是儲蓄計劃 就像公間屋一樣 你公間屋的時候 譬如20年公元 公元的計劃 有貨幣在這裏 你可以拿一塊錢出來用 或者借一塊錢出來用 OK 第三個理論就是 把頭兩件事買在一起 就叫做Universal 我們叫萬能人壽 就像一個投資 你除了一個保障之外 你還有一個Size Saving Size Saving是屬於你的錢 你隨時需要時可以拿出來 這就是給它新一派的保障 很有意思 如果萬一出市 出市的時候很簡單 譬如你買一份人壽 它最在乎的一件事就是五年之內 其實兩年之內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買一份保險 兩年之內有時它會查得你很嚴 怕你是missuse的保險 買保險來說 很多新移民有一個誤解 就是買保險是想著發達的 其實這是錯誤 除非是 雖然說你整瓜 其實正常一個人 你不會這樣做 譬如說你至親 你沒有意思 你保險是一個保障 不是說我希望這件事發達 是一個錯誤 如果你claim的時候 你兩年之內 它會查得你很嚴 但不是代表你不賠 如果你檢查完 所有東西是證實的 是沒有問題的 它都會出支票給你 OK 好了 因為有時間的問題 我們今次說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星期再繼續 好嗎 OK